小玲是不是 小玲師傅怎麼哭了呢 你不吃到嗎 我不吃到 你不是 你幹嘛一直吃啊 不要哭 不要哭 你不要哭 Arilyn 日本料理不看吧 牛筋真的好吃 又Q又脆 你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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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個食物是有點像四春菜耶 對 這邊的話帶來的話是我們的 農村串串 然後跟我們那個 那個麻辣水準 串串啊 這個的話是我們門店的話最 就是必點的餐點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 有三季簡性的羊肉爐 你們要過來吃吃看 好啊 來... 而且我知道這間KTV 我們之前很常去耶 而且很難訂耶 很難訂嗎 都要提前訂 而且是在裡面最難訂的嗎 沒有啦 KTV系列裡面最難訂的 就火鍋包香 火鍋包香很難訂 像Windy問一下 你們店有什麼藝人有去過 藝人嗎 或是你覺得很酷的人 我們意義上比較深刻的話 像S姐的二女兒Lily 她有來過我們店裡過 然後剛好 誰 她跟誰 她跟朋友吧 就是好像是她那時候 來那邊消費的關係 什麼時候 就是有一次的下午的時候 媽媽不知道嗎 真的嗎 有沒有人生 沒有...都是小女生 然後他們在裡面幹嘛 唱歌... 不然 不然... KTV還在幹嘛 倒立...拉筋 回家吧 我真的認識過我女兒去 辛苦這件事情 所以只有二女兒去過吧 印象都是就有她 對 對... 我還有其他家族成員 有去過 女兒行 我跟你講 因為水煮牛最棒的就是 牛肉很乾 對... 怎麼樣它牛肉是嫩的嗎 怎麼樣怎麼樣 嫩的 是嫩的 而且有一些 牛肉不是太薄 就是太厚 對... 它的薄度是... 然後那個辣度也是剛好可以均衡 對... 有些是不太辣 但它是不是有辣 因為很不辣就很可惡啊 就不行啊 一定要辣 它真的有辣 可是很... 很帥子也很好吃 不會說辣到就... 受不了 對...不敢吃 它們家串串也超入味 那羊肉爐呢 這個羊肉爐就是很像阿嬤族的那種 古早味的那種 就吃得很在家的 對 就不會在KTV吃到很商業的那種口味 而且人家在家的感覺 所以有求食的意思是說 你也很適合帶小孩去 也是很... 對 走的時候要把小孩從球池帶走 有時候小孩可能玩瘋了這樣子 就不走 所以小孩可能會就是 淹在你那個球池裡面 就是玩開了這樣子 因為有幾次去的時候 包廂的那個球池還有小朋友 我們說 下一組 那很好啊 專業的評論 很溫和的 然後吃到喉嚨這邊不會到下去 不會到肢表的食道就很舒服 然後它肉非常的嫩 就是它也不會說到沒有肉 牛肉味道 整個牛肉 還是保留 對 我都保留 然後麻辣是中和的非常... 滿舒服的 你... 是被緊張耶 你是不是被逼到 對 你一定要講出來 對... 他可以 他是他一般講法 已經過不了關了 他這開始有提到食道嗎 對... 因為他是不是要下去 對 小玲是不是 小玲師父怎麼哭了呢 你不是吃辣嗎 我不吃辣 你不是... 那你幹嘛一直吃啊 不要哭... 你也太弱了吧 你也太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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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筋真的好吃 又Q又脆 你... 你太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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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吵了 太吵了 你太吵了 你太吵了 所以你是一點辣都不行的人 不是 說好了 食道溫柔呢 對啊 食物一點都溫柔了 你們兩個說實對不上我 他食道都爆炸了 對啊 他食道都不上我 你們兩個都好喝喔 他很難保持 他在水有水... 食物裡哥有多 食物消消消徒者 他在吃飯 你很難保持